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什么日子? 今天是Armazon Black Friday开始 21号 Black Friday比Prime Day更好 Prime Day基本上很难预复时间去准备任何东西 因为只有一天嘛 是的 因为只有一两天 你基本上能拍片来 那些东西已经卖光了 今次就有多几天时间 去到12月2号 然后很多的网友已经不断有PM 有留言 问我松仔你 Black Friday我们有些没有加入Prime Member那些 或者是今次会不会是有一些东西减得厉害呢? 因为今年现在有通胀各样东西 又就圣诞了 是的 又就圣诞了 到下年的时间会不会说 连这些特别减价的日子 减的幅度都会小了呢? 因为你看到大佬 每间那些商业巨头都说要加价嘛 很害怕的嘛 所以现在可能可能是last chance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Armazon这次有些什么抵卖 我告诉你 节目预告一下先 头两样东西已经是上次Prime Day没有的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全部都会有link 可以在description box和字顶留言里看到 方便给大家去选购的 好 第一样为大家介绍的产品 Bizzo Crosswave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产品 在香港人英国的圈子里面 可以说拖地神器 是的拖地神器 没有太太是不懂的了 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未知什么是Bizzo Crosswave 那你要问一下旁边的太太有没有买到 因为基本上我们家必备的一个工具 你无论是地毯、地板、地砖 其实它是有吸层加抹地的功能的 是的 唯一不好处就是要拖着电线 但是拖着电线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怕它没有电 还有这个就配合那个 Flash Flash黄色的清洁剂 我都会放在Description box那里给大家看 这次它是有做减价的 其实这一部东西是经常没有减价 是的 几次Prime Day都没有了 有几次没有的 但现在它减到186.57磅 这个是通常它如果做减价的话 它就是做到这个价钱 没有得低过它这个价钱 但是这个要看你们自己发挥了 但是现在这一部东西就去到186 我建议大家就早一点买了这个 因为这一部东西经常一开始一减 我一说完就没有货的了 我相信未必跟我有关系 但问题是它的货量它其实真的保持得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用到这个价钱买这一部东西 你最好就早一点 还有我们做了这么多次的Prime Day Black Friday 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 它只要一卖完 它就会回复原本的价钱 which is 290 多 那我们捆过一次290 多 是 因为那部机器坏了 用了三年之后 接着我们迫于无奈 等不到减价就要买回 所以你就自己想定了 我自己觉得基本上 这部机器任何家庭都适用的 你有少少地毯 少少地板 少少地砖 这些这样的组合 就最经典了 对不对 有这个组合的人 基本上都适用的 第二样产品要介绍 这个很厉害了 就是介绍我家的旺财 宋太太 叫旺财进来 哦 是 旺财 就是它 这一部就是iRobot出的 这个 Romba Combo 10 就是我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部 你看到它 你看到它 现在的价钱是买多少 是799磅 十万块厌死你了 上一次Prime Day 在899磅的时候 入手了 因为上一次 已经很便宜了 是市上最低的价钱 但是今次是市上市上市上最低 是的 我被它击死 我想问有什么退货的 对 就是我可以说 有没有一个月 我可以说它又减了100磅 你可以给我差价 那旺财呢 宋太太你介绍一下 就是这部智能吸塵机器人 哦 我们旺财呢 每一晚都会出来吃完饭之后 一、两次的 哈哈哈哈 下周出来一切 晚上出来一切 不止的 早餐之后都出了一次 是 因为有小朋友 吃完东西当然在地上很多岁 那我就画了他吃早餐的那个位置 那每一次我们回学的时候 他就叫旺财出来 他就吸了那个位置 接着我回来就很舒服了 干干净净 那这个旺财呢 我叫他旺财 其实他可以用个电话 是智能去MAP你全家屋的 比如我现在Studio 或者走廊位置 厕所位置 接着厨房啊 客厅啊 各样的 可以全部给他一个不同的名称 那他呢 你可以随时叫他 我厨房污脏 嘟这样按键 那叫旺财呢 就自己走去厨房那里去吸塵 那他吸塵 他加上抹地 是自动做的嘛 对吧 你可以教的 你可以只吸塵就可以 吸塵抹地也可以 就这样抹地也可以 你自己教的 那旺财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不需要你告诉他 哪里是特别的 他是会经过他 在那里吸塵的经验 他是懂得学习 你这家屋 哪一个位置是特别的 接着他就用你的电话 显示 那个位置是特别的 然后他会不会 你可不可以教schedule 他劲力点去那里抹 可以可以 他还可以教 比如你觉得那里特别的 特别多油的 那他可以过两次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是不能够没有了他的了 不行 他是成为了我家 最得人宠爱的宠物 最听话的 是啊 现在我家一家四口 就变成了一家五口 我的地位呢 就由排第四呢 跌到排第五了 我现在是在旺财之下的 是的 吃完饭之后 松太说 麻烦你快点放回椅子上桌子那里 你不要阻止旺财出来工作 哈哈 那旺财呢 他干不干净呢 松太你自己认为 那 呃 说完全干净 就不是完全干净 你偶然都要自己抹一下角落的位置 因为有点边位 角落的位置 他真的触碰不到 始终是不会去到那边的 是的 还有如果那个污漬呢 真的太环固呢 比如可能有点胶漬啊 那些这样呢 嗯 那他就真的未必拆得干净的那些位置 但是overall in general呢 如果你譬如一个礼拜这样 你日日都想去拖地抹地的话呢 那你就不需要那么麻烦 要搞个拿个bizel出来啊 或者自己拿个吸尘机 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一样东西 每日吃完饭呢 就叫旺财自己出来吸 那直接放肆到一个地位是什么呢 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层次 就是我两个儿子呢 平时吃饭呢 松太很紧张 你在桌子上面吃 你不要周围都是 在碟上面吃 在碟上面吃 那些碎不要跌到地上 那现在呢 我看到我儿子 为什么那些碎跌到地上 松太不出声 我会跌咯 那应该旺财也肚饿了 这个是他的礼貌上的问题 旺财肚饿 哈哈哈 旺财不用吃啊 接着呢 比如吃意粉 滴了一滴茄汁的茄醬 放在地上 接着我去拿厕纸 松太太 不用 不要浪财纸 一会旺财会搞定的 我自己是学着 你不要踩到滴茄 你不要踩到它就可以了 总之那滴茄 你不需要理会 那又真的 又省了很多功夫了 那我们每晚一吃完饭 那整家就摊在那儿看电视啊 在那儿做自己的休息 休息一会儿这样 那然后旺财就出来工作 好像你家多了个工人那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原来 哦 原来青姐姐就是这样的感觉的了 哦 我们把这个样子放下去 那他不就好像亲切一点 哈哈哈哈 他只差别人会出声说话的 说话的 用广东话的 是吗 是呀 说话 我没听过他说话 他有ERROR那时候他会说话的 吵救命 是的 他会吵救命 那但是呢 根据我们用的心得呢 就是 他有时会有少许出错的 就是比如他是 其实不是出错的 可能那天呢 就刚好有一个那些Nerf Dot 吸了下去 那他还是吸不到 或者是玩具 我卡住了 试过卡住了他的掃 那他吸不到 那他反转拿回那个东西出来 是的 旺财吃错的肚痛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那其实我有几个型号的 那有低端只是吸尘 接着有这个有吸尘有抹地 还有一个是更厉害的 就是这个已经是中高阶板了 就是他自己会吸尘在层袋里 是有层袋里 那层袋里 那层袋里 那天Prinning 上次Prinning差不多一个月前 过几月前 是的 到现在我们第一个袋 都是没换过的 没换过 是的 还没满的 还有它显示什么时候满的 嗯 还有呢 加水的部分 最初我们愚蠢以为只能放清水 原来他都可以放Flash 那一只清洁剂下去 那抹完地之后呢 更加干爽更加亮 那你说他可不可以完全取代Bizzo 取代吸尘机 我说吸尘机可以的 基本上 吸尘机基本上 是的 Bizzo的话未必得 如果你要深层deep clean的话呢 那你可能一个月做一两次 以前我们是一个星期做两三次 现在是可以退化到 退化到 一个月才做一两次 就是那个是 帮你省了四倍的功夫 宋太太 你感觉上有个旺财在家之后呢 是不是和谐很多呢 当然和谐很多 那我每次满地 其实都很大堂东西的嘛 你就收拾完东西 接着又拖拖完 接着要拆出来洗的嘛 那些件都 现在完全不用洗 它是不需要清洁的 它是零清洁 它自己清洁了自己 美中不足呢 就是它不懂得上楼梯 是的 如果可以吸完楼梯 再吸完楼上 那就完美了 不要紧 现在趁Black Friday 买多个磚吸地毡 只是吸地毡 楼上吸地毡的 宋太太 这个就适合你楼上了 因为这个J9 Plus 就是专门给你吸尘的 是的 它说明是Powerful Suction 它没有说只是吸地毡 吸地板也可以 是的 那你就可以放在楼上 只是负责用来吸这个功能 因为楼上没有那么多食物残渣 是的 我也地毡了 而且今次它减了40% 现在是599 我们上一次看 它是要买649 现在再比上次 省了50磅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吸引 非常吸引 我家里越来越多宠物 你知道它最好是什么 什么 不用我倒垃圾 那个吸尘袋还是凶的 用了一个多月 是的 你知道我们多骯髒 你都说了 用了一个多月 还是凶的 还有四分三 大概 我也有 那不可以用三四个月 我只能在想 我家里不是很骯髒的吗 我真的吸得很近 一天吸两次 那水呢 那水是否需要换的 那水就我想会三四日要加水 三四日加水 你知道我上一次 就是因为去完旅行 你知道去完旅行 你怕屋子大一久会封沉 我们特意就在去旅行前 就整理一下椅子上去桌子上 然后走 接着就叫它出来工作 那家屋的地面很骯髒的情况 都是它工作完 回来之前 在飞机上面 松太太已经又按键 上飞机前 又按键 叫它将来再清多一次 哇 回到家的地面就超纳纳令 如果你说你不想投资那么多 始终是对购东西有怀疑的话 那你可以买去最便宜的版本 只有399磅 哇 是减了53% 上一次都卖429磅 今次再比上次再便宜340磅 就是全线的家用吸塵机客人 都减价 还减得比上次Prime Day更低了 这个 是的 选择哪个好呢 不是 你买个 摆在那些out building 很多人家里有花圆的out building 是的 那你的out building 摆在那些就行了 那你永世 你以为你打算在这里 就开一条路给它 出去搞飙 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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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出现花圆 那些地砖 有那些洗地机客人 哇 这样就爽了 这样就漂亮了 你连洗地也限了 大概用大量的水 那些污漬比较顽固 不要紧 科技10千里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白级层机客人 大家选择牌子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点 因为始终这个也是一个 美国的牌子 在网络安全方面 应该是会比较有信心点 其中我有朋友 上次Prime Day 他就买了一个 其他厂商出的某一个品牌 我不开名 然后第二天 就有一单新闻说 那个品牌 Exactly 那个型号 那个摄像头 是会录在家里的环境 还会录在那些音的东西 各样东西 我马上传给他 喂 你家里的旺财是会收音的 还会上传上网 你要小心点 会不会上了电视 他说 他说 我以后开着我家里的时间 我就不出声 他说 保持沉默 你跟他聊天 还有镜头 只是拍到脚趾 理论上应该拍不到上面 都很安全的 我介绍的三个 它都是自动的 我开始就觉得 你叫你赌而已 有多难 但原来不是的 根据松胎的经验 如果它没有自动的 它和残废了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就是我觉得 现在这个智能吸塵机 它的重要性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香港人 刚刚来到英国 发现原来洗碗碟机 是这么有用的时间 哦 是呀 同一个感觉 是啊 很和谐啊 对啊 它是和谐二号 那你在家里 可以多谢电子宠物 比你养他妈哥池 如果大家想便宜的 有多一个选择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Shark的这个 Power Detect 2 in 1 那基本上 它呢 就是等于我们家里 iRobot的旺材 它的功能 它声称 但是因为我们 就用了旺材的美国 那它这个Shark 是英国品牌 那大家呢 如果想买的话 都可以考虑 它基本上 它用得挺英俊的 是啊 它更有型一点 小白 这个可以叫做 我们旺材的小白 那它呢 也都是减价减得很厉害的 因为呢 它其实推出了不久 那之前Prime Day 是没有减无价 之前在买899磅99 现在是499磅99 我之前是 是说了300多磅 我差了 因为它推出了真的不太久 是9月底 10月的时间 才推出的 那但是基本上 它的功能呢 和我们家里的 iRobot 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 是想便宜一点 但是又怕有安全风险隐患 但是又想有齐些功能的话 那Shark 这一个呢 可能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看到Overlock 现在有4.6分的 对 但是它的review 就不太多 始终是新的 所以不是这么多人去review它 那Shark 和iRobot 一样呢 都是有几个版本的 那它呢 就只是出了两个型号 一个呢 就是刚才那个可以抹地的大白 嗯 这个就是小白 这个呢 就只有吸塵的功能 它都是可以自己帮你Empty 那边的 但是呢 它就是静吸塵的 但是它的价钱真的很便宜 299.99 喂 大哥 之前上次Prime Day 是399.99 再多一百磅 那我觉得 你如果放在上面 吸地毯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这个 因为这个 我觉得是 就是便宜地玩一下 对啊 老公你可以考虑这个 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 好了 那用这些吸塵机器人呢 大家呢 其实可以是买回一些 普通雜物的 那些吸塵袋 已经可以了 因为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呢 因为Black Friday 就在做特价 八折 18磅47就有一个 原价23磅99 12个 对啊 12个 那一个如果你可以用三 假设用三个月的话 哇 那你买一锅 就已经可以用三年了 等到下次Black Friday 等到它退役 你都不用再买 另外大家都要留意 其实这些robot 除了要换个袋 还要换个filter 那么filter 就是不是以日数来计 就是以它工作时数来计的 我们现在家的那个 用一个月之后呢 它就说 现在大概剩下六个小时的使用 嗯 那我计算一条数呢 应该药膜呢 就一个filter可以用到 大概五十至六十个小时 嗯 那大概就等于 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depend on你怎么用 好像我们那样用的 就大概一个半月 要换一次filter 那filter都不贵 18磅99 有18个 那基本上你买一次的话呢 已经可以用超过一年 差不多两年左右了 那说清洁呢 真的不可以不提一下 这枝flash的檸檬味liquid 那这枝呢 无论你用bizzo也好 你自己就这样 用人手 信息style抹地也好 又或者是用这些洗地机下人呢 那其实都可以加它下去的 每次你加多少 一个杯子 两个盖 两个杯子 那现在呢 就在做特价15磅49 是有6G950秒 就是差不多6L 那我相信你一个人是用不完的 OK 是团购的时候 那是团购的时候 大家又要买bizzo 又要买这个洗地机下人呢 那可以一起去买这个 那一个人买 其实应该可以分 分出去两三家人用了 那说起吸塵呢 有另外一个地方 吸塵是很头痛的 就是你的车了 那现在呢 Catcha就有这个 Wet and Dry的Vacuum Cleaner 就非常之适合你的车里面吸的 因为你的车要的吸力呢 是要给你家里任何一种吸塵机都要强的 而且你是不能把旺材进去 那Catcha这个呢 那可以很久 是啊 但是要很高科技 我想要Optimus才能够办 Elon Musk 那个 那现在呢 他是在做7折 这个吸塵机呢 之前是一直在买99磅 那Catcha是德国牌子 那它呢 这个是工业级数的吸塵机 那你拿着它 它基本上它里面只有一个Filter 那还有一个Vacuum Bag 那你打开它 你就这样倒掉垃圾就可以了 它是吸和吹都有的 没错啦 它有吹的功能 那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车呢 有时呢 你洗完之后呢 其实很多蜡位边位呢 你是未吹干的嘛 是 你是可以拿着它来吹的车 吹干那些边位 吹干那些水 冬天呢 不是经常踩那些树叶啊 草啊 那些东西上的车都干了的嘛 你两个儿子经常踢完波 走好车都是草的嘛 拿着它来吹啊 吹它出去 你不知道啊 都可以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花圆呢 比如你专地呢 你都会有一些污脏验的东西 但是又未必有很大块 你要扫就很麻烦 你可以用这一块呢 吸进去都可以的 就是它是比较粗用的一种吸塵机 那我发觉呢 就是我每一次洗车呢 我真的要认真洗耐笼 最麻烦是那个耐笼 外面都没问题 里面呢 你一定有一部 勇力的吸塵机 你才可以吸到那些小石 那些骂位 哇 你知道那些小石呢 踢完波那对鞋 多恐怖才可以的 就是你没有一个勇力的吸塵机 你是应付不了它们的 好了 接着来介绍这个产品呢 就是松太梦寐以求 想买了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那叫做Insincurator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间呢 就是在这个Costco 是 第一次真的使用过它的话呢 就是在美国 是吧 那在美国的时间呢 当时 十几年前 在奥兰德租的那间屋 那它就有装一个 这样的Insincurator 就是 食物残渣呢 你就倒进去 然后按锨 那你弄碎它 接着就变成Liquid的了 接着呢 就会随着水管排出去 没错 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但是呢 当年在美国那个 里面是有刀的 有个刀片在转来转 就是会割手的 这个呢 这个是怎样做的 这个不是的 这个是整个缸会转 就是它不会转到你的手 那就没那么危险 它就拖散它 可以拖散它 骨头都拖散它 我看YouTube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哈 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段 在Costco就见过 那当时卖399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 是啊 那当时已经放在车上去买的了 拿上手 拿上手 是啊 但是松太太说 慢着先 回去看一下我们的水管 那些电锁 是不是真的可以 能够做到先 嗯 因为我们家里的那个星呢 是一个石面桌 嗯 那你要弄个按键上去呢 你还要自己转一个转 转一个转 转一个转 不难的 我上网上去调查过怎么样装的了 基本上呢 它那个水管呢 是standard的size 你只要将你自己的星盘 铺着水管那里 那个水管呢 是扭开再铺这个 这个connecter上去 是 然后呢 就已经 work 铺电了 是的 接着铺电 是的 旁边有个电锡 那我们查过 我星盘下面是有个电锡的 那如果没有都不紧 你可以在一个洗机那些附近呢 可以拉 洗碗贴机 是的 洗碗贴机附近呢 拉一个电锡过去都可以的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呢 没有信心做这些事情 最好都是找Electrician 嗯 因为你自己拉一个电锡呢 那是不包这个certificate的 那有机会是不符合规格的 所以最好都是找一个电工师傅 来帮你做 那但是基本上去做干装的过程不难 其实你除了一个电锡之外 其余的东西都可以自己DIY做到的 那这个呢 就现在做一个特价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原价呢 我们看过的 Amazon买650多磅 那最近这几个月呢 就减了去到350 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标价太贵了 那现在呢 Back Friday呢 就减到去325磅 那我查过呢 因为我一直都有留意开这几个月 之前是没有试过减价的 那现在7%我觉得都合理的 可以考虑 那如果这个东西安装成功呢 之后的赛后报告呢 我都会跟大家讲的 因为呢 绝对有机会呢 是成为送家第三号的和谐机器的 好啦 接着来这个产品呢 就是Silent Night推出的一个 Gil Control的电箭 那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能源价格这么贵了 那而且呢 就出面的天气这么洋 现在讲的 我拍片是负一二度的 那所以你的房子呢 都可能要开很久的暖气呢 才可以暖粒粒 那但是除了开暖气的选择之外呢 你可以暖气开轻点 但是呢 你有个电箭的话呢 那就会 对了 上床舒服一点 那Jill Song的设计呢 就两边都可以调教嘛 方便 对了 老公觉得热 老婆觉得冷 那你自己可以方便你调教 那现在这个价钱呢 是都挺低的 因为之前呢 就算减了都要去到39磅多的 那现在是34磅多的 那我家里那张床呢 就是一张Super King来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能要捱贵一点 买贵一点 但是都不是差很远的 说的是差十多磅的价钱 那所以我觉得 电箭呢 是一个冬天英国呢 一个都挺有效的方法来的 那另外第二样呢 就是说起取暖的话呢 其实不一定呢 是要发电 不一定是要用Energy的 有些不用Energy的选择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叫做Flo Blanket 我家里呢 现在已经有三张Flo Blanket 那我这一张呢 就在Costco买的 但是当时在Costco买呢 好像是要19磅多的一张 我没有记错的话 不便宜的 但是因为我感觉上 我常常坐在梳化里 在studio 有霜梳化呢 很冷啊 那我又不想开暖气 因为开暖气 我又觉得太焗了 因为我长期不开窗的 如果大家知道 我防盗的关系 我又用链遮着曬 又装着又不开窗 但是一局站起来 我就呼不出气 所以呢 又耐呢 又耐你又删不了 那你开门又怕太冷 那很复杂的心情 所以呢 我就买了这个Flo Blanket 用了一年多了 因为我没有介绍给大家听 那就是我在厅那里 梳化也有 在房间也有 那由于呢 我用的时候呢 我非常之舒服 那我的儿子和我老婆呢 都经常跟我搶那些皮 所以我打心一环呢 就再上去Armazon那里呢 就再买多了两张 上次Prime Day 我已经买了 但我忘了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 那Armazon呢 有出这个Flo Blanket Flo Blanket Flo Blanket 哎呀 好烦啊 那些英文真是 Anyway呢 其实你什么牌子 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基本上它的材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放火会烧得着 那些材质 但是呢 它现在比较便宜 在买13磅70多 那还有 它这个是大 都挺大张 如果你嫌它不够大张 就买220乘20乘20 都可以的 不过我也太大张是220 就是 甚至雙人皮那么大张啊 那150乘200 是刚好好的Size 基本上你看电视啊 你平时坐在沙发那里 或者做节目有时 其实松太呢 下面呢 都是拿这张东西 蓋住了一只脚的 那你又不用带皮 那样子 你看看两个儿子踢球的时候 都骂一张去的 多冷啊 坐在这看球的时候 那松太呢 之前生日呢 有个朋友呢 就送了一张 是小张一点的版本 给他做生日礼物 哇 那张皮 適合用啊 就是你蓋了身后呢 那你如果盐太光 遮住对眼相 睡过眼觉的话 一流 所以我是 那张是送给我的 哈哈哈哈 但是那张才我用得最多 因为摘下头 总之我觉得它的功能呢 是远远超过那张皮 你不用下下去看电视 晚上呢 和老婆看到电视 上楼上 突然间搬一张 搬一张皮 很重很烦的嘛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专门出这些 throw blanket 的一个牌子 叫snug rug 那它呢 就感觉上 材质真的再舒服一点 不过我呢 就因为已经买了之后 才发现它的存在 所以我就没有买到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 因为其实都是差一两磅 那它现在都是在做八五折 15磅29 那之前都是说要买到去 17磅多 18磅多 那所以其实现在 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是适合时间 因为你一动呢 你就对这些毛泳泳的东西 你就会有一种着迷的感觉 那接着呢 要讲讲Ocean Yuki的Smart Lock 上次Prime Day有介绍过 因为上次又是第一次有减价 那这次同样呢 它都有做减价的 而这次那个减价呢 也都是比较低的 上次好像是做到179都是 那现在都是179 就没有少到 没有贵的 没有贵的 是啊 没有贵的 它比Rachel Reeves 没有贵的 那但是 这个Ocean Lock 上次有个问题 就是我一介绍完呢 很快就没有了 就是讲的是 在头两个钟头 之后已经 那些人说买不了 那这个很不幸 因为可能它的货量 真的比较少一些 那所以大家 这次见到 你盯緊了 那记住 提多大家一次 这个Smart Lock呢 你是要看回你自己的门呢 那个厚度是超过50mm 55mm 还是少过55mm的 因为它里面的锁心 那个阔度呢 长度 是有不同的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件事 我自己就exactly 是这个版本 那我基本上现在出街 是完全不带锁匙的 那里面呢 只需要四粒不心电 四粒AA电 那大概三个月换一次 那所以你的Costco 买Pack那些大电呢 已经可以够你玩一年以上了 两年都可以了 根本 还有安装是非常之简单的 基本上现在大部分英国 穿了七成的屋 都是用同一种Style的门 就是那些 是上下有个Multi Point Door Lock 那种门 那如果你说你是那些老虎锁 deadlock那些呢 那这个是装不了的 那如果你说 比如平时你看到那些新楼 总之那些新楼有那些门呢 基本上呢 都可以装这个Ocean的锁 就是那些 要拿起那个handle 是的 要拿起那个handle 才能锁到那些门呢 就可以装这个Ocean的Smart Lock了 那坊间有很多Smart Lock 但是为什么要推介Ocean呢 就是因为呢 本身它出的锁 就已经是一个三转级 最高级别的一个防导锁来的 你看到它其实那些锁是很厚的 就是差不多有个港币10元的银 那么厚的 是的 还有它是要Laser Cut 才可以Cut到的 你没有那个Reference Number 你就这样去普通的锁是 配不到这些锁 还有很多 就是专门叫开你锁的小拆 它这一只锁是叫不到的 因为它里面有个 防止别人叫的System 所以那条锁是特别粗的 还有特製的 那之前本身我自己 还没用Smart Lock之前 已经是用Ocean的三转锁了 那只是那个锁膽 都说要80至100多磅 那你现在买个Smart Lock 都是179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算太贵了 那还有呢 现在你新款呢 是有Google Assistant Siri Alexa 那些的 那就是说呢 譬如松太出了门口 那我在听到看电视 松太说锁门啊 好 那我就叫松太说 那你停上去 你走的时间 别人把门上去 你停上去 是吧 自然动作来的 是的 但是你很麻烦的 你出来可能还要按个电话 要按着它Log 那你也要按多一样东西 你站在外面很冷 你要按多 等多10秒 你才能锁到门 是吧 但是现在不用的 譬如家里有人的话 那你只需要停上去 那松太就走 然后我就说 Alexa 给我锁门 那他就自己锁了 没有人需要做任何东西 不用起床的 他只需要白卖那道门 那道门呢 我就可以后面声控叫他锁了 那就完结了 非常之方便 但是为什么你经常声控我去锁门呢 不是 我懒了 因为我没有加到他 到Alexa那里 这个是原因 但是有些朋友在家里 他就不是我们这种 UPVC多的composite 多这种这样的mechanism 他就用不了刚才那个 那不要紧 你可以买另外一款 那这个呢 都是179磅 没有包起来的手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种呢 其实就是插了铰匙 进去的铰匙孔那里 然后那个东西呢 就是负责电动 帮你转那条铰匙 但是它就失去了那个 就是有三转级的锁心 那个功能 但是你仍然可以用到 比如你其他的那些 那些瑞士 瑞士style锁 或者那些欧洲型的锁 或者你看到右下角的图片里面 显示那四种锁 或者是转的那些呢 它都可以吸收这个东西 去帮你转的 但是其实它的功能 就是帮你转的那条铰匙 那就没有了刚才那个 那么稳固的锁心 那个功能 最后一样介绍 上次我们讲完之后 最多朋友问我 好不好用的 就是这个Ero的WiFi Mesh 由于它的价钱实是太吸引了 就算在Costco看任何 譬如Netgear 就算T-link TP-link TP-link是很差的 我不喜欢用的 那我现在在家里用Netgear 我当时买的是三百二十多磅 那就是三只 但是Ero呢 基本上这三个东西 是完全取代到Netgear的功能 是跟三百多磅一样 但是去89磅99就行了 上次Prime Day都是89磅99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个是WiFi 5 WiFi 5的支援速度 就比较低一点 如果你现在香港用的话 我上次帮松妈装过 就是再买一只新的WiFi router 就要买WiFi 6以上 因为香港就是石市场 要求比较多 就是比较快速 香港的Internet 但是英国就不是 我家里只有70Mbps 其他人那些 就算你光纤那些 很多都是只有300Mbps 那有些是更厉害的 有些是那些 就是新型的光纤 就是一个1000Mbps以上 都有 我都有听过 你比较贵一点就快一点 但是如果你家里 只是百多二百Mbps 甚至乎我70Mbps 的话 WiFi 5基本上 已经足够你用 我自己有一只WiFi 5 在Outbuilding那里 那一只就是 连接到我家里的主机 我从来没有重复过那只 我从来没有断过线 但是有人告诉我 他那只整天坏 我不知道 就是究竟是他那只的问题 还是我那只特别厉害 但是我自己用的那个经验 就是全年都没有坏过的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 不止一年 两年都没有下跌过 就是除非我家里没有Internet 但是那些东西 本身自己 我是没有重复过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 其实真的比较值得玩 如果你说要去到WiFi 6 Plus 那价钱就在做199.99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就算你任何其他牌子 TP Link也好 都做不到199.99 有三只 那大家不知道 这个Ero 这个Mesh是什么呢 那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英国的屋子 是比较大一点 还有多层数 那你通常那个Modem 都会放在你的屋子 可能在客厅位置 甚至乎 在走廊位置 门口位 但是如果你美房 想用这个WiFi 就收得很差 因为那个东西 它支援不了 离开太远 那你安装个Mesh 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Extended 放大器 接驳器 就比Extended Extended 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反弹再反弹 但是WiFi Mesh 就是这边接收了它的讯号 再由这里 再散那个讯号出去 那其实你三只 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你收到那个Signal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自己就没有感受过 1000Mbps宏频的威力 因为我没有那些资格 暂时还没铺到这里 那所以70Mbps来说 基本上三只 我任何一个角落 我都是收到70Mbps的 就是不会说 我去了一个 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 躲在衣柜里面 收不到就是没有这个情况 而且因为英国呢 是这个Plaster Board 里面不是石屎场 所以其实WiFi信号 的穿透力呢 是比香港高很多的 就是香港在客厅那里 装了呢 我房已经收不到的了 就是隔了两部石屎场 大哥 有多大呢 全非要开着房门 香港的隔了几百尺而已 开着房门就勉强了 要黏着房门那里打机 在半边 黏着房门那里用上网 但是香港那些石屎场 就真的隔着得很厉害 那些WiFi信号 好了 今天的产品介绍到这里 因为那个Black Friday呢 其实就有几天啦 其实几天里面呢 它减价的产品呢 都有些不同的 但是我今天介绍的那些呢 我认为呢 尤其是Bizzo 和这个Nuki 就是最快会消失的 就是凭上一次 几次的经验都是 最快会是没有货的东西来的 另外就是吸塵几个人 这次就多了很多选择 而且呢 价钱比上次更加吸引 赢了一百啊 松太就真是扔到胸口都肿了 但是这次这个吸塵几个人呢 就真的是 就是时代的革命性的一个产品 就是它呢 和这个洗碗帖基金 是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大家不要再那么笨 就是这个洗碗帖基金 出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呢 我们香港人才发现到这个精髓所在 就算我们那些 移民了那么久的华人呢 都敢死可以是 放在那裏浪碟 是不用的 就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的 这件事 就是以前是 就算你看美剧的 Fresh Off The Boat 是的 它里面都是这样的 那个洗碗帖基金 永远都是在浪碟 它们不用的 就是因为它还没发现它可爱之处 当你一旦发现它 是这么好用的时间 你是不可以没有它 是回不了头的 今天介绍的产品呢 希望大家都喜欢 所有的产品的连结呢 都会放在Description box 和字顶留言那里 方便大家可以直接 按进去那里去看到的产品 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